针对这一场被誉为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水患 大马磁地志工动员起来 堪灾 震灾发放 很多民众也感同身受 纷纷出钱出力 像是磁济雪龙分会立即统筹救灾物资 将于明天送达灾区 而在槟城也将在半夜集结物资和人力前进灾区 大马东海岸水患 磁济雪龙和槟城两地分会执行长召开紧急会议 共同商议联合震灾事宜 会议后志工马上统筹香鸡饭 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 已被第二期次勘灾团送往灾区 消息传开一些民众与志工 立刻捐出家里头 平日购买的香鸡饭和香鸡面 就拿去给它用 不需要待在家里 以后要用到乳去买过 是这样子的 从网路上得知消息的民众 也开车一个多小时 找到慈悸要来帮忙 我们马来西亚每年都是定价罗那两边水栽 我们马来西亚人也习惯了 但是今年是特别厉害的是因为可能是有Facebook 这种分享出来看到真的很心疼 所以觉得真的好像那个磁害已经来了了 真的要做一点东西这样子 我们昨天晚上开始同搜这些物资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准备了1000只的矿泉水 然后1000包的快手面 然后1000只的牙膏 3000只的牙刷 还有2000粒的肥皂 2000粒的这个厕纸 卫生纸 然后还有2000包的饼干 还有500包的香鸡饭 然后因为灾区没有电 所以刚接到电话说还需要再增加 1000盒的蜡烛 还有1500条的这个马来西亚人的沙龙 救灾物资28号将宋达灾区安顿灾命身心 大海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